这颗价值三亿的金蛋 被强森交上了三块钱的可乐 转眼间 金蛋滋滋冒泡 就这样化作了一滩黑水 看来金蛋是被掉包了 小剑偷偷地叹了个头 紧一眼 就被发现了 特工立即命令同伴 按下了防盗门的开关 小剑见状迅速钻出门外 强森眼鸡腿快 也紧随气后追了出去 奈何他被鸡太过发达 被第二道门夹住了 等强森掰开玻璃门时 小剑已经伪装成服务员 骗过了纹身赶来的保安 他绕开人群想从后门逃走 可最终还是被强森追上了 眼看强森已经控制住了小剑 突然赶来的女特工 却让小剑趁机挣脱了束缚 虽然强森给了他一个结实的被摔 小剑还是顺着管道逃走了 强森一个咬牙跟着摔了下去 落地后的小剑用领带 换了一辆共享电车跑路 这边的强森想起了自己的老本性 转身上了一辆超跑 一个帅气的飘移追了上去 可由于未遵守交通规则 超跑被一辆面包车撞得稀烂 56个小时后 小剑返回巴厘岛的宝藏小屋 正细细欣赏着刚偷回来的金蛋 这时他突然感觉 后背一阵发凉 回头一看 强森竟然早已等候多时 大批特种兵也将这里团团包围 作为世界第二艺术大盗 小剑不仅被18个国家通缉 更是在监狱里六进六处 而这一次之所以栽在强森手里 是因为他被世界头号大盗 加朵出卖了 把小剑送上警车后 强森小心翼翼地把金蛋交给了手下 只是他刚转身离开 加朵就把金蛋掉了包 第二天 女特工找到了强森 他把金蛋摔在了地上 并告诉强森金蛋又被掉包了 而强森的账户上 突然多了800万 种种迹象都表明 强森很可能是坚守自盗 女特工不等他解释 直接把他关进了最森严的监狱 不是冤家不碰头 他和小剑被关在了同一间 俩人也算是老熟人了 强森聪明绝顶 很容易就能想到 这一切都是加朵搞鬼 可他为什么要得到那颗金蛋呢 小剑说出原因 原来埃及有一位亿万富翁 他向全世界发布了一个悬赏任务 只要有人在他女儿的新婚之夜 送上三颗金蛋 就能拿到三亿美金的大奖 目前只有第三颗金蛋下落不明 而加朵接下来的行动 应该是偷走第二颗金蛋 小剑越说越生气 如果不是强森捣乱 他现在已经在偷第二颗金蛋的路上了 小剑声音越来越大 最后直接说出了强森的身份 FBI在监狱里暴露身份 下场就是被暴揍 就在他准备还手时 两个人一块被带进了 监狱长办公室 而等待他们的竟然是加朵 他直接说明来意 希望三个人可以合作 找到金蛋 拿回三亿奖金 但小剑的自尊心 不允许自己这么做 加朵剑交易失败 临走之前吩咐御长 一定要多给这俩人找点活 就这样 在加朵的撮合下 小剑和强森成为搭档 准备联手逃出监狱 死士和黑亚当一起联手越狱 会怎么样 只需要三步 首先将肥皂扔进洗衣液 再偷张门禁卡 最后抽出一颗提前安排好的小石头 就这 小剑脚下一滑 差点掉下万丈深渊 还好这次的搭档不是皮卡丘 强森一把拽回了他 两人分头行动 一个抢飞机 一个火力断后 在最后一刻 强森跳上了飞机 就在此时 监狱士兵拿起火箭炮对准了飞机 强森一个侧身 打开了飞机舱门 火箭炮穿堂而过 经过这系列的骚操作 两人有惊无险地逃出了监狱 此时两个男人已经准备好 偷第二颗金弹了 金弹目前被放在一个 军火商的保险库里 军用级别的防盗门 指纹 面容和声音的三重保障 再加上手机随机生成的密码 让这个保险库被破解的可能性 接近于零 两人乔装打扮后 来到了假面舞会 就在强森准备上去 偷军火商的手机时 加多走了过来 在两人的临时配合下 强森成功拿到了密宝手机 此时小剑也从酒杯上获取了 军火商的指纹 再加上他们的A要换脸技术 保险库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只是两人刚看到金弹 加多就从旁边走了出来 这种情况下只能凭武力抢夺了 强森还想着打女人胜之步 没想到加多竟然这么能打 两人忙活了半天 最终还是被加多制服了 而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加多和军火商竟然是一伙的 当两人醒来时 已经被加多绑在了柱子上 他一边给强森电聊 一边询问小剑第三颗金弹的下落 小剑嘴上说不在乎 可最终还是妥协了 眼看三亿奖金马上就要到手了 军火商得意地跟加多举杯庆祝 可一杯酒还没下赌 人就躺下了 加多可没打算跟别人分享奖金 军火商醒来后知道自己上当了 举起手枪就想拿强森撒起 结果反倒是解开了他的手烤 逃出地牢后 两人顺着梯子爬上了地面 可一打开门 人都傻了 小剑刚顶开门板 发现竟然身处斗兽场 刚想往回跑 又被一顿扫射 结果大黑牛一个冲刺 直接把强森撞出了十米远 两人连忙起身逃命 翻出围墙逃过一截 然后坐上探险的小火车 火车上 小剑告诉强森 给加多的地址是假的 真实的地址来源于 一块手表后面刻鲁的坐标 坐标定位在一片原始森林里 两个人拿着地图开始寻找 走了三天 小剑才发现地图拿反了 强森气地直接撕碎地图 愤怒地将指南针砸在了地上 想不到地下传来了 金属撞击的声音 两个人不可置信地扒开泥土 一个铁门出现在眼前 打开铁门 里面居然是旋转楼梯 两个人立马来到下面 看到了一个带着机关的石门 小剑尝试着把手表放了上去 随着两次旋转 大门打开 两个人小心地走了进去 拉开电闸 琳琅满目的宝物尽收眼底 甚至还有一台古董奔驰 一番寻找 两个人成功找到了第三枚金弹 就在这时 加朵拿着枪走了进来 原来他早就预料到 小剑给的地址是假的 于是一直暗中尾随两人 利用小剑找到这里 正所谓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可谁都没有料到 女特工突然带人出现 打算将三人一网打尽 二话不说展开了火拼 阵营变得微妙起来 此时的强森拿着机枪为他们掩护 但火力悬殊 三人只能逃跑 小剑抱着金弹疯狂闪躲 而加朵拿手雷 就跳上了奔驰 一脚油门下去 小剑几个蛇行走位 便稳稳地上了车 随后强森也跟着跳上车 坐起了人工炮台 三人开着车冲了出去 接着丢出了一发手雷 便飞速逃离 不久 女特工带人追了上来 双方在车里开始了肉搏 为了抢夺金弹 打得你死我活 眼看小剑被特工打倒 加朵见状 转动方向盘撞上警车 强森则趁机把警察推了下去 眼看女特工的车被甩掉 可没想到前面竟然没有路了 加朵猛踩油门 三人直接掉进了湖里 女警见状只好带队返回 平静的湖面突然浮出了一枚金弹 小剑也跟着冒了出来 可上岸之后 他却久久没看到强森 犹豫片刻 他还是放下了金弹 跳进水里寻找强森 没想到刚下水 强森就出现在岸上 这时加朵也艰难地爬了过来 小剑让强森赶紧逮捕加朵 好洗脱罪名 重新当回警察 谁知强森却一个相吻送了上去 看得小剑一脸懵圈 原来强森和加朵竟是一对雌雄大盗 他们全程都在演戏 就是为了利用小剑 找到第三枚金弹 从而换取三亿酬金 随后 小剑被烤在树上 强森则抱着美人满载而去 三枚金弹被送到埃及首富家中 金弹刚刚展示 女警就带人冲了进来 逮捕了首富 小两口则未得到三个一举被庆祝 事后 两个人在海上游玩时 小剑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 原来他在森林里 又被女警逮捕了 不过他再次顺利越狱 说完 小剑提议一起组队干票大的 如果他们不同意 下一秒就会被警方包围在这里 故事的最后 当警察赶到时 船上早已经空无一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红色通缉令》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